26日晚间的这场CBA常规赛在北控和吉林队之间展开 半场结束后吉林队47比42领先 上半场来看北控这边发挥一般 廖三宁拿到了全队最高的14分 但在组织串联方面做得不够 毕竟队内最大的优势在篮下 却没有给吉林队足够的压力 反观吉林队这边多点开花 江雨昕江韦泽都能够得分上双 琼斯的投篮命中率并不高 但在调动队友方面做得不错 另外北控上半场出现12次失误 吉林队利用反击拿到15分 这个数据是非常夸张的 难怪他们能一直保持领先势头 第三节开始 双方明显提升了比赛节奏 北控这边发起一波攻势 不仅追上了比分还实现了反超 打成59比55 吉林队这边也不是没有机会 但两次的反击都出现了失误 琼斯崔静明忙中出错 比赛还有5分钟多 马布里换上篮兹伯格 想让外线的进攻更为稳定一些 吉林队这边的打法比较简单 琼斯的突破可以制造机会 不断地给外线江韦泽创造投篮空间 只是北控这边王俊杰有点上头 但江韦泽也没把握住机会 连续三次三分投射都偏出 之后崔静明打进压少三分 双方来到62平 这段时间双方打得都挺乱 失误很多 但精彩进球也很有观赏性 并且攻防推进风风火火 对于球迷来说确实很过瘾 第三节结束 北控队反超一分 势头不错 但是兰兹伯格的发挥确实很糟糕 十次出手只进了一个 马布里希望他能串联球队 很显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 对比一下吉林队这边的琼斯 哪怕自己得分不多 但助攻很多 比较可惜的是 江韦泽第三节几次三分球出手无一命中 这也是吉林队没能拉开分叉的原因 第四节比赛开始之后 王涵很快换下了琼斯 可能是希望他得到休息 为最后阶段冲刺 没想到的是 拳滑班迸发出了很大的能量 虽然篮下高度不是很足 但李安忠诚对于篮板球的保护非常不错 而江韦泽将与新防守抢断非常积极 反击一波又一波 把比分反超变成72比71 马布里叫了暂停 琼斯在场边也为队友机长叫好 因为篮兹伯格状态糟糕 马布里外援上选择了哈斯和托多罗为其轮番出战 不过并没有大杀四方的感觉 很多时候出手还靠外线料三宁赌博士投篮 比赛剩5分钟多 吉林队连续两次有李安在外线打进 吃准了哈斯速度偏慢 防不出来的问题 刚好李安忠投神准 实现精确打击 比赛还有2分钟的时候 篮兹伯格有被派上场 充分休息之后 他的状态明显有了起色 叫了一个掩护之后投中3分球 之后在篮下打进一分 不过吉林队这边崔敬明极限中投 让吉林队还能领先一分 最后39秒 双方各有进攻机会 吉林队将伟泽主导进攻 接近24秒消耗 结束前转给外线投篮 但是没有命中 留给北控6秒 篮兹伯格快攻到篮下 但被李安忠诚联手封堵 球出戒后 给北控剩下0.9秒的时间 最终机会给到马勇 外线3分没有投进 比赛结束 吉林队88比87一分险胜 给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 本土球员的发挥 江雨昕20分 李安20分 江伟泽19分 崔敬明10分 琼斯德分不多 第四节被按在板凳席上 但他前三节送出了10次助攻 串联球队做出贡献 北控这边 撂三宁数据华丽 24分 4个篮板 4次助攻 邹宇晨15分 14个篮板 王俊杰10分 篮兹伯格10分 最终输球最致命的原因 是失误过多 全场22次 让吉林队抓住大量的反击机会 我不思续 致命苦者 役给大家摔吾 我非常嬷 为啥